你知道我是一個可能人選 所以我才會積極備戰 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 到台中洲際棒球場防疫視察 宣布她接受總統蔡英文 正招要參選台中市長 第一個階段就是整合的工作 台中的治安一定要讓媽媽們放心 不可以台中又老是被叫做 慶祭之都 蔡其昌說她會全力以赴 投入台中市長選舉 還會針對治安的部分 作為主打政見之一 減低犯罪率 讓民眾安心 而先前說要比媽媽市長 盧秀燕做得更好的立委何欣淳 十九號時開記者會 積極爭取正招資格 並展開一連串的走訪行程 穿梭市場鞠躬拜託 但最後正招的人選 不是她是蔡其昌 她以私人行程不受訪為理由 發聲明稿說 感謝大家給她的鼓勵支持 不論是誰代表黨 都會全力支持 蔡英文和黨內同仁開選對會 除了決定台中市長徵召的人選外 雲林和苗栗的縣長人選也出爐 苗栗縣長是由曾選過縣長的石定針 再度披上戰袍 壓力很大 負擔也很重 但是這也是無上的光榮 大家一直在打拼 雲林縣長則是派出立委 劉建國挑戰現任縣長張立善 既然徵召我 我就一定要全力以赴 那我想雲林縣目前的這樣的選情 就我個人的認知 是五五坡 相關的一些建設 包含前瞻都是雲林縣補助最多的 人民會有感覺 劉建國連任四屆立委 地方民意基礎兼顧 這次獲得正招出戰張立善 要翻轉雲林正職 華新聞領學校園 吳少卿吳建宏台中雲林苗栗報導 我是吳一璇 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訊息 趕快加入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按讚開啟小鈴鐺 最專業的主播群說新聞給你聽